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志玉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 catch 大前朝 今天的精彩內容呢 首先我們要帶你來關心的 當然是在昨天一整天 杭州亞運當中诞生了一整批的抗韓英雄啊 好幾個項目呢 我們都贏了南韓隊 他們有什麼樣的秘密武器呢 待會帶您揭秘 另外我們還要帶您來看到的是 在惡物大戰有哪些最新的進展呢 現在甚至雙方打到彈鏡圓絕 連假武器都派上用場 同時間還要帶您來看到 友達現在確定要收購了 德國的一家車用系統公司 那到底這樣的一個收購案 我們要怎麼來解讀它呢 為什麼市場上有人看得心驚膽戰 沒有那麼看好呢 我們待會一併帶您來了解 同時間要帶您來看 就是小黃司機當中的不傳之密啊 他們互相流傳他們要存骨 但他們存的骨跟我們想像的標的不太一樣 小黃司機他們存什麼骨 讓他可以平安退休呢 待會一併帶您來看 好那麼首先呢 我們先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個要介紹是我們的財經專家黃世聰 蘇翁哥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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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請到我們的林友明 友明哥好 好 蘇翁來賓大家好 還今天請到我們的政大國關中心的研究員 湯紹成 湯老師好 大家好 還有請到我們的軍事專家吳明傑 明傑哥你好 蘇翁哥大家好 好我們首先要趕緊帶您來看到 昨天大家看到亞運 看到血脈膨張 因為我們誕生了抗韓英雄 不是一個不是兩個一整批啊 好我們先來看到了 在這個台韓的棒球大戰 其實在這個開打之前 南韓隊就已經直接在他們國內媒體嗆了 他說這個就是會贏啊 沒有懸念啊 這個不是對手啊 結果呢最終我們是4比0 一分都沒有掉太厲害了 好那麼到底呢功臣在哪裡 我們待會來分析 還有一個很神奇啊 我們先來看這一張照片 這個照片呢 是現在在這個南韓的一個社群媒體當中 流傳到處的梗圖啊 他們說啊最後最後啊 壓線的時候是長這樣 南韓隊我們來看到這位政績員 你看他雙手舉高 我拿金牌啦 但是呢旁邊中華隊的黃玉玲 你看他的腳 他突出來 這他們自己他們網友畫梗圖 腳突一點點 結果拿金牌的是我們中華隊 這張圖啊 很多南韓的一些網友們說 他們是含淚在畫 含淚在看啊 本來以為這個金牌到手 結果最後呢 就因為那一腳 神來一腳 就中華隊拿到金牌了 所以呢這些都是昨天的抗韓大英雄 頌哥昨天是不是看血脈膨張 對沒錯 我們曾經在節目上講說 產業界對不對 就是海韓之間的對抗 包括說從金元代工過去的 D-RAM面板打到現在為止 所以大家都說我們很想贏南韓 那當然特別是在很多 重要的球的項目裡面 包括棒球 那棒球來說的話 昨天晚上的時候 大家應該有看這個直播的話 真的看了血脈膨張 因為我們最終是4比0贏了這個韓國 那贏了韓國為什麼很重要呢 因為第一次 這一次的這個所謂的亞運會裡面來說話 韓國是勢在想要拿到金牌 為什麼 因為他們這一次呢 也是找了非常多這個年輕的選手 而且是韓國目前職棒的代表人物 因為我們拿到亞運金牌 他們可以免除兵役啊 對 所以他們是卯足的權力 一定要拿到金牌這樣一個狀況 他們金牌跟銀牌差很多 差很多 金牌有免除兵役 銀牌就沒有的 銀牌就要去當兵喔 所以你都知道他們其實是很卯足全勁 一定要贏 而且他們賽前也放話說真的 這一次最大的敵手的確就是台灣 所以台韓大概是這一次 金牌最重要的兩個金主的國家 好 那事實上在昨天的這個 這個比賽裡面來說 我們當然派出一個左投林育敏 那事實上韓國之前也知道 因為這一次韓國的打線 如果你有注意到昨天的打線裡面來說 他們都是左打居多 那過去本來就以左克左嘛 所以我們派出林育敏是很正常的 那林育敏呢 大家可能沒有聽過他 是他今年才20歲 那他其實在國內的比賽裡面來說 其實大家應該很少看到他 因為他高中畢業沒多久 就已經被美國韓尾蛇這個職棒隊簽約了 當時的簽約金是52.5萬美金 簽約到目前為止在 美國的這個小聯盟裡面這個打拚 那他在打小聯盟 目前在EA裡面來說 他其實相當具有載智力 因為美國韓尾蛇隊是非常看好他的 因為他的球數如果 因為左投比較少見 那左投如果能夠投數 球數也投到150以上 跟真的很少 他左投的話昨天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測速槍 測速槍好像比我們一般坊間 慢了大概10公里左右 他應該有投到150幾公里的這個能力 然後昨天來說又有很多曲球 滑球 真的把這個韓國的選手 這個騙的團團轉 所以他六局裡面來說的話 六次三陣 那因為他已經主投六局 接下來的話就是古林瑞陽 古林瑞陽如果大家有看這個 中華職棒的話 他其實本來就是火球男 那火球男他 因為他只有後援兩局 所以兩局的過程裡面來說 他就火球直送 他其實在中址曾經有創下 157公里的最快的球數 好 那當然收尾來說是劉志榮 這劉志榮大家應該印象 有印象 他幾年前曾經代表過 我們中華隊友在國外比賽過 事實上他本來就是火球男 他後來因為被紅襪簽約 他目前在紅襪的2A 其實已經距離大聯盟很接近 所以他其實有點算是 小聯盟頂級投手的這樣這個規格 那他當初簽約這個紅襪隊的時候 是75萬美金 那他其實火球連發 他在雅瑾賽的時候 總有157公里 但是公里的這個火球 但是其實他在紅襪隊的時候 曾經飆過100米 接近160公里的這個火球 所以他其實是 快速的這個火球男 所以他們其實都是有 那個大聯盟經驗的 應該是說有大聯盟的資格 目前為止還沒有登上大聯盟 可能在小聯盟打兵 但他們平常訓練都面對那種 高強度 你看那種拉丁美洲 或是美國球員來說 他們本來打球能力就非常快 他們對付南韓隊員 一個小case 對 所以你看到昨天 我們這些火球男出現的時候 你看到韓國選手 很多時候都是揮棒的時候 他根本打不到球的一個狀況 好 那當然比賽完之後 這個韓國媒體當然就集體崩潰 你看他們網路上就說 你看這就是我們 我國棒球的這個現實 然後拜託選點有實力的這個選手 然後這已經不是慘案了 而是現實的這個狀況 有人就說把他比喻成這個 杭州慘案 對韓國的棒球來說 所以韓國說這叫杭州慘案 對 沒錯 那當然因為這還不是最後的決戰 最後決戰可能 我們還會再碰到韓國 到時候或許真的是 要大家要 讓他慘案第二次 對 我們當然是希望 他們慘案第二次 還要繼續這個集氣 不過我覺得也不要輕忽韓國 但是當然我們贏了 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好 那除了這個棒球 贏了這個韓國之外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大家看到這個下午的比賽裡面來說 就是競速滑冰的這個環體賽 那這個團體賽裡面 滑輪溜冰 來來來 對 競速滑輪的這個比賽裡面來說的話 我們台灣在最後 神奇的一個出角 大家有看到這個比賽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其實如果大家看到 這個3000公尺的這個團體賽裡面來說 其實韓國是一路領先 那我們在後面是一路在追趕 對 尤其到最後一棒的時候 其實都有點落後 那就沒想到最後這個 大家看到從這彎道出來的時候 要到直線的時候 其實韓國是一路領先的 就沒想到我們他可能沒有注意到 我們台灣選手就從後面一直追他 追他之後到最後 大概約莫是靠近這個 出來到終點的時候 韓國這樣極遠已經開始舉手起來 準備要歡呼 為什麼 好 我終於不用當兵了 很開心嘛 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在最後那一剎那的時候 我們那個腳伸出來 其實在一開始 如果大家有看到轉播的時候 一開始韓國還認為他拿到冠軍了 他們拿出國旗在那邊很開心 但是後來大螢幕掀出來的時候 不是他們冠軍 這我們教練注意到說 不是他們冠軍 是我們贏了 因為我們也以為我們贏牌嘛 對 原本是這樣認為 後來大會的判斷是這樣子 韓國是4分05秒702 我們是4分05秒692 也就是說大概我們贏了0.01秒 就是那腳伸出去那一剎就贏了 好 這個當然是黃玉玲伸出了 那神奇的一腳 至少我們必須說 黃玉玲其實在昨天的比賽裡面 也是經歷了三溫暖 因為為什麼因為在個人比賽的時候 他碰觸到中國的選手 然後他被判違規 就沒有辦法有這個資格 但是你知道他在最後勝出這神奇一腳 獲得一面金牌 我相信他應該蠻開心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從小的時候 為什麼他會學這個所謂滑輪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有 這個骨盆腔位移的這個狀況 所以醫生就建議他說 你要留這個花 學這個直排輪 就學到最後之後 他還被發現他說 不是只有這個所謂的骨盆位移 他還有青蛙腿 所以他等於是有非常多的先天的疾病 甚至他有時候練習的時候 就很容易受傷 他也是持續的克服了非常多的不順心 然後就順利的在這一次裡面來說話 算是神奇的一腳 幫助我們台灣拿到這一面神奇的金牌 當然這個金牌的 我覺得他告訴我們非常多事 第一個就是千萬到最後一刻 不要放棄 親呼 對 不要親呼 即使是你認為說我已經穩超勝券 還是都會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情會發生 所以你看韓國的媒體上面來說 大家都罵他嘛 像那個鄭哲遠 事實上在賽後他就痛哭流涕了 因為他覺得他對不起他的隊友 因為大家通通當兵去了 對原本有一個還可以不用當兵 結果現在就要當兵沒有辦法 但是韓國網友把他罵翻天 為什麼 他們就說你看堅持到最後的台灣選手很優秀 這才是真正的這個運動 然後他說恭喜南韓選手準備入伍 所以這個事實上這個我覺得 敬賽賞上面來說當然是優勝劣敗 就是像一個非常現實的局面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裡面很多 其實到最後能夠決定勝負的 反而就是你那種求勝的意念 然後永不放棄的精神 我覺得黃玉玲的這個故事 真的告訴我們非常多感人的這個事情 對 所以你就看到為什麼這個梗圖 現在在韓國的網媒當中不斷的流傳 就是那神奇的一腳 然後他們就說那一腳啊 就讓他們的這個痛失金牌啦 但是最近你看到 這個不僅僅是剛剛聖龍哥所說 我們在半導體你看台積電都領先三星 然後在球場上 在競技場上我們都可以領先南韓 讓大家覺得還滿振奮的 好 那麼另外一個我們要帶你們看戰場了 這個俄烏戰爭打到現在到底進展如何 但是我們其實最近關注的 反而是在外交場域當中 特別是美國 美國的白宮終於不關門了 通過一個臨時預算 但這筆預算當中沒有援助烏克蘭的預算 於是乎我們來看馬斯克 他的一個這個之前的推特 現在叫XX媒體 他就PO了一張梗圖長這樣 那這個梗圖呢 就是澤倫斯基 然後為什麼感覺好像這個眉頭伸鎖啊 他的文字就講了 他就說哎呀你這個五分鐘 你都還沒有開口要這個 這個billion dollars in ad 就是你還沒有要那個援助啊 反正就在嘲諷說 一天到晚就是跟西方國家要錢啦 那但是呢這樣的一個梗圖馬上啊 引發軒然大波很多人就嘲諷回去 嘲諷馬斯克 但是呢為什麼有這張梗圖 其實呢我們看到除了這個原污的60億美元啊 這個美國國會沒通過這個法案當中 沒包含這一筆 另外呢其實很多國家現在對於到底要不要繼續援助烏克蘭 都已經產生二型各種不一樣的說法 你看像法國講說一天到晚給錢 然後呢然後又給一大堆武器 我們是不是要重新想想到底要用什麼方法來幫助烏克蘭比較好 其實呢這個背後沒說的話就是 我們是不是已經給太多了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先想想自己的國際名聲 所有的錢通通都通通給烏克蘭 然後蹦蹦蹦 好像放煙花一樣打掉都沒了 好那到底呢 俄乌大戰目前最新的一個戰況如何 除了外交場遇上 真正在戰場上打到哪裡了 明杰哥 對是至於剛剛談到說 這個俄乌在戰場上面除了角力之外 外交上面確實近期 國際上面是有一些新的變數 那我們先來談一下戰場上面的近況 因為過去一個月大概比較少琢磨到 不過我們如果來看這一張圖 跟大家說明一下 基本上來講 烏克蘭的反攻還是分四條戰線 除了南面的赫爾松之外 現在交戰比較激烈的 大概就是雜波羅勒這個地方 另外當然還有雜波羅勒這個地方 就有兩條的戰線 一條是往馬利波這個地方 另外一個是梅利托波爾 另外烏東的部分 近期是比較陷入僵局 巴赫姆特那個地方 當然烏軍持續在那裡 以圍攻的方式要消耗 牽制俄軍的戰力 不要讓他兵力 那南遷到烏南的部分 那在這一個 雜波羅勒這個地方 最主要是說 其實這一個月以來 基本上在烏南的這個地方 第一道防線是有被突破 烏軍是有宣布 但是接下來第二第三道防線更堅固 那所以在這個地方 其實烏軍是陷入苦戰 不過交戰非常的激烈 特別是這個地方 有一個這個叫托克馬克 這個地方 如果可以拿下托克馬克 那接下來還有下面這個地方 其實已經有游擊戰在開始進行 就是梅利托波爾 如果可以拿下的話 因為這是二軍在烏南的大本營 等於說牽涉他的策略 就是要把這路上走一切為二 那等於說進入可以到 觸碰到亞述海的情況之下 可能二軍的這個補給就會中斷 克爾松就可以落入 這一個烏克蘭的手中 那不過這兩個 這一個月以來比較大 外界關切到的主要是 敵後的襲擾 跟斬首特攻的這些作戰 因為在這個特別是 克里米亞半島 我們近期看到比較多的 是這個烏軍直接動用 這個等於說 北約援助的暴風引飛彈等等 那去襲擊這個克里米亞半島 黑海的艦隊司令部 那時候其實動用至少10枚 這樣的一個遠程的精準巡域飛彈 直接命中他的司令部 不過零星的戰鬥來講 我們剛剛講到集中在 赫爾松跟這個札波羅勒 赫爾松的部分這兩天就發現說 他們這一個 物軍用海馬斯多艦火箭 GMLRS 射程大概80公里 直接就去襲擊他的 這一個二軍第70 摩布斯的這個指揮所 也造成非常多的傷亡 那同時他的這個道爾 M1的防空飛彈也被襲擊 那在盾內刺客的部分 大概就是2S5 這種所謂的自走炮 也被他的這一個炮彈給擊毀 這些零星的動作都存在 那比較受到外界矚目的是說 這兩天網路上流傳一張照片 看到有一家蘇凱35S 那在托克馬克附近 那據說是被俄羅斯自己誤擊 不過我們看到這一個畫面上 我認為不太像是那一架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被打到絕對是四分五裂 殘骸不會這麼完整 這比較像是他自己管是迫降也好 或者是說以比較慢的速度 才會在地上 或者是甚至 因為他有一個飛機的樣子 對 跟化石一樣 對 這樣啪 如果說真的是墜毀 高速墜毀 我想這個不會這麼完整 有可能在地面上 被這個特工 譬如說直接把他這一個 用這個點火燃燒方式 才會燒成這樣子的一個原型 還存在 但是這樣的一個物極事件 確實 烏克蘭跟俄羅斯的媒體都有報導 當然還有包含像烏克蘭在敵後騷擾 除了俄羅斯本土 先前我們看到陸續莫斯科被襲擊之外 現在他也鎖定俄羅斯軍工的大廠 在生產KH-59 這種空對地的巡弋飛彈的地方 這個地方叫做Smallensk 等於說是在白鱷跟俄羅斯交界這個地方 主要這一型的巡弋飛彈 物軍非常痛恨 因為先前他透過不管蘇凱30 或蘇凱35都可以掛載直接空射 去打擊特別是烏克蘭北面 不管是蘇煤 或者是像烏東 哈爾科夫這些地方都騷擾騷擾 等於說中東他的生產性 被迫說讓他空對地的武器 越來越減少 這個地方其實也會涉及到 因為中國 因為中國過去跟俄羅斯採購不少 KH-59這種巡弋飛彈 同時最近雙方其實越打越多 無人機的消耗也好 精準彈藥的消耗也好 所以戰場上其實都出現很多的偽裝 欺敵的這些假武器 上研法都出現了 一大堆假武器 讓大家覺得很荒謬 你真武器都來不及做 然後這些工廠都在做假武器 為什麼 基本上當然因為你這些武器 譬如說海馬斯M142 是美國援助 烏克蘭自己沒有辦法生產 但是因為他的效益非常好 二軍都把它當成主要的攻擊目標 所以現在看得出來 他這還有木頭製的 其實做的微妙微俏 我們要看張照片 這個是木頭做的 真的非常像 真的很像 這都木頭 然後把它雕刻的跟真的一樣 這個還需要花點時間 你下面還看到是用充氣的是更快 充氣的更快 因為像氣球一樣的 對 然後你看他這個充氣的速度 當然更快 那這些當然都是假的 那他連他的鋼鐵大廠 也用兩週時間就可以複製一套 這一個用金屬外觀的 這個海馬斯度外火徑 讓他更逼真一點 那主要當然是消耗俄羅斯的彈藥 所以他就到處步 然後俄羅斯就以為 那裡有那個海馬斯 然後就去炸 就消耗他彈藥 這個還做的比較真 那當然俄羅斯方面也有 他們也有充氣式的 這個包含像他的S-400飛彈 也有類似的 像我們右上角看到 這M-乖乖乖的 榴彈炮這個模型 這就是烏克蘭的鋼鐵大廠做的 這就是假的 對 這樣做出來也要兩個星期的時間 基本上當然就是一個殼而已 那當然沒有火力 那其實這個俄羅斯部分 其實做到什麼程度 其實先前還有曝光過說 衛星照片發現說 他在停機器屏上面 他連T-95S的轟炸機 先前因為怕被這個烏克蘭襲擊 堆滿了輪胎 現在可能數量都不夠 直接用畫的 在停機器屏上面直接畫出 好幾架的T-95的轟炸機 所以這樣雙方的棄敵的動作 其實都開始出現 不過現在最後做一個 簡單的總結就是說 非常特殊的俄羅斯外長 拉夫羅夫在聯合國居然談到說 如果烏克蘭願意放棄加入北約 可以再以回到1991年 歐洲邊界的這樣的基礎來進行和談 那似乎有準備要撤軍的 這樣的一個風向出來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們看到有外媒報導說 俄羅斯明年要增加68%的國安預算 來到將近4兆台幣的規模 那到底是要何事要戰 其實看得出這場戰爭 應該還是會持續到明年 對所以現在看起來 俄羅斯好像有點兩手策略了 我先釋放一些善意 但同時間我還在UBI 所以到底這場仗 進入冬天之後會怎麼打法 我們再來持續關注它 好那麼另外我們帶您來看中國 中國最近的動作也讓大家 有一點摸不著頭緒 外界都愛猜 到底現在中國的內部 發生了什麼事 中國其實已經有好多高官落馬了 你看秦剛到現在不見人影 人到底在哪裡 然後又看到了 國防系統李尚服也不見了 最近我們看到了李強是不是也要出事 為什麼這樣說 通常在中國很多一些高官 他們的一個家族的一些相關的內幕訊息 很少在他們的一個公開目光當中 但最近李強 這是超家前戲嗎 你看看 這是他太太叫林環 然後整個背景全部被翻出來 寫著巨細迷 林環什麼樣的背景 然後他透過什麼樣的一個方式 然後持有了多少股權 拿了很多這個馬雲旗下的 這個螞蟻金服的一個股權 然後這是他女兒 這是李強的女兒 叫李穎 然後說李穎是習近平的乾女兒 這以前誰敢隨便隨便亂講 你這亂講你這活得不耐煩 好像說他是李穎 然後就說他們家族 有多少錢多少錢 然後把他這個家族的一些 這個怎麼樣持股 然後有多少樣的一個背景 全部通通講出來 說林環 李強的太太 他有螞蟻金服的股權 然後這個500億人民幣 然後其他零零總總加起來 說李強的家族總資產上千億人民幣 這個被公開耶 然後大家就講了 那李強其實以前就是跟習近平 兩個人就是這個哥良好 因為他們曾經在浙江 一個當這個省委書記 一個是秘書長 也難怪會認這個李強的女兒 當乾女兒 但是為什麼最近講李強很可能會出大事 一個就是他家族的一些資產被公開 另外一個就是本來該李強出面致辭的場合 習近平自己來了 這又代表什麼 李強是下一個秦剛 下一個李尚福嗎 老師你怎麼看 秦剛可能他自己出問題 那李尚福呢 可能是他有陰謀 他有陰謀 有陰謀 因為有這個傳聞 是說這個整個國防體系裡頭 對習近平也是非常不滿意的 那所以說像習近平 上次不是去南非嗎 南非結果突然一下子 他不見了 在南非的地方 他不見了 那不見了 人家就想說可能他去參加一個 什麼很重要的視訊會議 就表示說他跟國內 好像有一些什麼樣的瓜葛了 他必須要參加這個視訊會議 而且他剛回國的時候 他沒有直接回北京 他先到新疆去 要表示說北京那個地方 好像有些什麼問題 等等等等 這些跡象 讓人家感覺到 好像軍方這裡 有意要來謀害習近平 那他老師 那李強呢 因為他們都是不同系統 一個是外交系統 一個是國防系統 但現在來到一個 國務院的總理李強 這不是習近平一手提拔 沒錯 難道他發現他的心腹如何了 所以他自己親手來 教教他的小弟嗎 所以說了 那現在就搞不清楚 因為李強跟著習近平 跟了很多年了 十幾二十年了 所以說你說李強 他自己內部的情 他家裡有多少資產 有什麼什麼 你習近平會不知道嗎 他當然知道嘛 那只是說現在 有這些不滿情緒的人呢 他就是把李強的資料 把它公開出來了 就把你捅破天了 看習近平怎麼處理 這樣子一弄的話 那當然就給你 習近平臉上無光 所以說習近平很多 應該是李強去參加的典禮 講話 習近平就自己出來了 表示說 李強好像也會出狀況 那唐老師我想問了 既然這些都是 習近平一手提拔的 那現在有心人士 故意往你的兄弟們來下手 就是不給習近平好看的意思 沒錯 那他怎麼解決 現在感覺內部很混亂 內部非常混亂 經濟的問題 他外交也很有問題 那怎麼辦呢 現在唯一我覺得 他比較還可以依賴的是什麼呢 是大陸內部的穩定 這一點就最起碼 還給予習近平的一點支撐 如果說你民眾亂起來 那就不得了了 那現在他只是高層權鬥 所以我們要持續觀察 李強那麼出現 還有沒有下一個 這應該是來觀察 這個中國他到底內部 他們的官場上穩定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了 好那麼繼續我們要來看到 這個是國內產業界大事情了 友達一個重磅宣布說一個併購案了 大家就是看得心驚驚為什麼 因為他要併購的是一個很難啃的骨頭 應該這樣講嗎 德商 最近很多人要併購德商都沒什麼好下場 到最後都告吹 還記得環球金嗎 結果現在友達要去併一個德國的廠商 而且是很知名喔 這家德國企業呢 BHTC 他是做車用系統很重要的一家公司 跟很多大車廠都緊密合作 好友達要花6億歐元 折合新台幣204億 要去買下全部股權 好這當然是展現友達決心 未來我就要做車用了 我併購了一家非常厲害的公司 以後我就一步到位了 我就這個車用市場我要站下來了 但是大家就擔憂了 這個德國麻煩啊 工會麻煩 然後德國政府一天到晚就覺得 你們外資對我們德企 你看又寄予我就要擋 好所以到底友達這樣的一個併購的決定 我們市場上怎麼來觀察他 宗哥 對沒錯 昨天友達宣布叫收購德企 BHTC這家公司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有點驚訝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過去我們有兩家公司 曾經大規模的收購過 這個德國的公司 一個是西門子 被我們的明基收購 另外就是徐秀蘭去收購 環球經濟收購的這個試創 結果沒想到兩個到最後來說 都是一個不好的結局 結果沒想到 這個友達宣布要併購的時候 大家有點擔心 但是彭雙浪是滿懷效益的狀況 整個案子是約莫要花204億元 收購他百分之百的股份 他的友達說法是說 因為我們要強化我們的車用布局 他要從一個單一的 所謂的這個面板的供應商 要轉到所謂的綜合解決方案 特別是在車用市場裡面的 一個公司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 BHTC這家公司是什麼 對 他什麼公司 對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汽車零主線的一個公司 他大概可以打進 目前的很多Tier 1 就是第一等的供應鏈的公司 第一等什麼意思 第一等就是說 譬如說我福特 我的這個供應鏈分為第一級 那就是第一級的供應鏈 還有第二級 就是間接獲得訂單的 主要下單的對象 那就是Tier 1 主要供應商 他是很多公司 很多車廠的主要供應商 所以他生產非常多 包括說像人機的這個介面 車用的空調 還有電子元件的相關的產品 所以友達收購他是 想要從面板 然後跟車用零組件 這樣整合在一起 往車用去發展一個狀況 那特別是BHTC 他這家公司收購百分之百 他裡面有兩個大股東 目前兩個大股東 個值有百分之五十 一個是德國的馬勒公司 一個叫德國的海拉公司 那事實上德國這兩家公司 都是德國的百年企業 而且這兩家公司 都是德國非常重要的 這個汽車零組件的公司 那幹嘛賣給友達 他們組成這家公司 那可能這個友達 這次出的價格 應該還不錯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他如果你去觀察他 這個BHTC 他這個去年的營收額 大概是六億歐元 那他所有存益 大概是九百萬歐元 所以事實上是用一個 應該可以算是 溢價的方式去收購他 那收購他的這個友達 當然說 因為這個BHTC 他目前在很多地方 大概歐洲 北美 印度 中國 都有設廠 那有設廠的話 我就可以順利的拿到 他T21的供應鏈 那我就可以快速的 打進這個相關的供應鏈 對友達的轉型 有一個好的幫忙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可以快速建立在 印度的供應鏈 所以他的說法 是這個樣子的 那友達為什麼 在這時候收購 主要原因是因為 友達在2021年的時候 當時面板景氣好 他賺了6.44塊 但是從2022一直到今年 面板景氣是快速下滑 去年虧了2.99 今年前上半年虧了2.05 所以看起來的話 面板好像一個 大江東去的感覺 那怎麼辦呢 我就只好去往車用 去發展一個情形 那這是友達的這個想法 但是為什麼大家對這個 這個所謂收購 有點緊張呢 我們先不要講其他 我們就來講 其實跟友達也有相關的 就是明基收購西門子 因為這個李坤耀 以前就是友達的老闆 對不對 那我相信彭霜 應該也經歷過那件事情 那主要是2005年的時候 當時明基宣佈 收購世界第四大手機廠 叫西門子 那明基收購 是因為明基當時有在做手機 他希望能夠發揮 這個台德和盟在一起的時候 可以讓整個手機市場 可以這個視況大幅的好轉 結果一年之後 就一年之後 明基就宣佈失敗 而且宣佈 他提累了350億的左右台幣的損失 就是一口氣把它打掉 導致明基從此就股價轉型了非常久 到現在才轉 有點轉過來 到醫療產業 才有點轉過來一個狀況 為什麼這樣 因為第一個 當時我要入股西門子的時候 也是面臨到德國工會的 強力的反彈 因為我們要裁員 但是沒辦法讓你裁 再加上說其實德國人 當時並不是那麼的欣賞台 他們總是覺得高高在上 那種文化沒辦法融合在一起 所以導致最後一年之後 就虧了300多億 出場的一個局面 那現在當然大家會擔心說 會不會重蹈這個覆測 但是我相信跟當時是不太一樣 因為有明基為什麼當時會斷然出清 因為當時明基最有發展潛艇是友達 那友達當時為什麼 李昆要趕快斷尾求勝 因為當時明基 如果不趕快斷尾求勝的話 他美股禁止會掉到10塊以下 當時市場傳言是什麼 鴻海在收購明基 鴻海想要透過收購明基的時候 入股當時的友達 當時他沒有病群創 所以當時有這樣傳言 所以他必須 李昆要在當時是斷尾求勝 為了保住友達 他把西門子的虧損全部都提裂 趕快放棄 就沒想到現在又輪回到現在 友達又去收購德國的公司 所以才說這是非常有趣 當然我們是誠心祝福 希望這一次友達收購案能夠成功 但我們不希望再看到之前明基 收購西門子那樣子慘培的一個狀況 但德國政府感覺好像對於病毒案都沒有很友善 你看當時的徐秀蘭董事長 回收金要去買市創 大家都覺得很棒 好案子 這個一加一大於三的 結果也不給人家買 不過我們這樣希望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過去一段時間來說的話 德國的產業界裡面來說 他們是比較略為親中 而且他們比較高高在上 所以他現在換了是不是 換腦子了 現在的新政府上台 你會覺得他也願意補貼給你 願意怎樣 或是說願意可能給台灣的公司會開綠燈 我相信我還是希望說德國政府能夠幫忙 我不希望說友達這一次再去併購又失敗 整個明基友達集團 那就台積電也不要去 你們德國這樣的話 如果友達又失敗 整個明基友達集團在德國失敗兩次 我覺得這真的是情何以堪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次友達的一個併購案 大家當然非常希望他可能可以成功 很多人手上也都有友達股票 都很希望他可以成功 我們就來持續看看 這個彭雙浪農長說 放心半年搞定 我們就來看半年搞不搞的定了 好的我們休息一下 下段回來我們帶您來看到 這個很有意思的故事 Sony 大家現在講到Sony會覺得 這家公司很棒 但你知道嗎 當初在二戰過後 他可以說扮演了 撐起日本經濟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他過去一段時間 他也曾經產出給三星 大家還曾經要倒閉三次 但他是怎麼樣又重新站起來 到今天大家談到Sony就覺得 豎起大拇指的地位 我們休息一下稍微忙回來 既然提到的Sony 大家都會覺得 這是一家很棒的電器公司 而且大家會覺得他很創新 他的一些商品都讓大家為之驚豔 但是這一家公司 到底是怎麼樣浴火重生的 二戰的電器巨人 Sony曾經三度幾乎要倒閉 他又是怎麼樣站起來 我們來看這是1946年的老照片 當年的Sony還不叫Sony 這個當初的創辦人這一群 那他那家公司叫做 東京通信工業諸事會社 然後一開始也不是做什麼電器 他是修理錄音機 好那這樣修到今天一個 非常不得了的大企業了 一開始的Sony甚至他產輸給三星 被三星LG踩在地上摩擦 但是如今他是讓三星LG 在他後面跟著跑了 Sony怎麼辦到的 我們來看看佑銘哥 對今天為了講這一集 我還特別回去找看我們家 之前的隨身訂還在不在 從床底下把它找出來 對 我想因為其實這個Sony 它不是沒敗 它是跌倒了之後又站起來 你看有很多公司 在日本的公司是站不起來 像我們上個禮拜講的 那個頭緒把東芝 就沒有站起來 我想這個企業的企業 這個本身就是一個人加一個紙 所以一眼兩眼有在說 他說企業 如果你把人拿掉的話 那個企業就停止了 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人才變得很重要 當然第一代的 聖田招夫跟景深大 然後跟現在你看到的 比如說之前的一個瓶頸一夫 跟這個齊田縣一郎 那這一些都是支撐著 整個Sony能夠起始回生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我們現在來講一下這個年代 各位要知道 當初在二戰1945年結束了之後 日本真的是千瘡百口 百費待薪 那之前狄更是在雙城記裡面 有講一句話 他說這是最壞的年代 但是也是最好的年代 對 因為什麼 因為大破才有大力 所以當時就醞釀出幾個 很重要的一個戲業人物 我想聖田招夫就是其中一個 可是各位你要知道 他不是理工人 雖然他念的是大阪的地大 但是他念物理 但是基本上他們家 是在做釀酒的 所以他跟電子物理 一點關係沒有 是因為他當兵的時候 認識他一個好朋友 這個叫做景深大 景深大就真的是一個天才 在大學的時候就發明了 所謂的動態霓虹燈 他本身就是念早稻田 也是念理工的 是他聰明然後帶領他 但是一個是在學所謂的行銷 因為他從小生意小孩 跟著他爸爸一起做生意 另外一個是做技術 所以兩個就結合在一起 在1946年的時候 就創了一個所謂TDK TDK就是剛剛志祺所念到的 東京的通信 工業諸事會這很常 其實蔣實愛 我跟各位講 哪是一家公司 那就是在一個廢掉的 被炸掉的一個百貨公司裡面 沒有說就二戰之後 都是廢墟對不對 都是廢墟 對 你就在一個廢墟裡面的 一個小攤位裡面 來幫人家修收音機 員工就20個人 但當初期 因為那個年代 都還是在做收音機 還沒有錄音 沒有錄音的情況之下的話 盛田昭夫就想說 我要來做錄音機 可是錄音機有點難做 因為技術是在德國 德國是用鋼絲來錄 就是做錄的一個磁條 但他想說不行 這樣子成本太高又太貴 但他們家有一個美國製的 這個叫做所謂的一個 貝爾考夫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錄音機 他就說那我來做磁帶 可是日本當時 找不到做磁帶的 所以這個時候 他就找那個材料 磁帶就是牛皮紙來代替 然後上面再拿 那個所謂的磁鐵磨成粉 好 這個都OK了 但是磁粉怎麼黏在磁帶上 它用範粒去黏 結果範粒黏完了之後 發現黏不住 然後試了很多的一個產品 結果找到了一個化學材料 叫醋酸芽體 好不容易做起來 做起來不打緊 本來想說我要拿去賣 但是一台錄音機變成說多少 35公斤 然後這個價錢的話是多少 16萬日幣 當時誰付得起16萬日幣 太累了 對 所以根本就賣不掉 那時候他就動一個腦筋 動到法院去 法院在做口供的時候 需要錄音機 賣給政府就可以 對 賣給政府就賣了20台 後來又賣給大學 因為很多人要學日語 當時要到日本來開發的時候 就這樣給它做起來了 然後結果10年之後 就做出第一台 由這個當基礎 做出第一台的一個 電晶體的收音機 這個叫做TR55的 賣得很好 好 這是它第一個事業的轉型 第二個事業的轉型 就在1964年 它要做彩色電視機 當時的日本都是在黑白 沒有人在做彩色 它自己要去做彩色 噴噴噴把它做起來了 但是一台彩色電視機 要賣40萬日幣 那誰買得起 又買不起 再去賣給法院 沒有 法院也不看電視 賣了1萬3千台 快就成本太高了 對不對 結果它將近快要破產 這就是它第一次的破產 第一次要破產的時候 跟銀行借了6.5億的日幣 把它撐起來了 隔了4年之後 就做出一個便宜的 而且當時是超高畫質 解析度 亮度的 這個叫做KV1310的一個電視 就給它做起來了 好 第三個事業轉型 就是Walkman 隨身聽 就我家英文的隨身聽 因為當時大家的鬆跡都很大 但是他想要做小 但他想要做小又可以耐聽 但是很多人都反對 他說你這個不能錄音的東西 什麼用 他就真的做起來 就做一做做一做之後 說服了行銷部之後 你知道嗎 後來在40年的時間 也有點總共賣了4億台 所以他的公司就是這樣子 不斷的這樣起來 但後來 為什麼後來 整個會掉下來 就是你也知道嗎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在講的 就是美國限制 美國限制之後 打不贏三星 又打不贏LG 2000年的開始 好在他有一個1994年的時候 做了一個PlayStation 還不錯 但是問題是 到了這個新的 這個瓶頸一夫在接手的時候 他是2012年接手 在他接手的前面 4年 先講 他的接手前的8年 電視已經連虧8年 然後公司已經連虧4年 公司虧4年的時候 虧到最多2011年的時候 虧到4566億的一個日幣 虧到已經33年來的一個新低 準備倒了 對 但是他後來把它救起來 他起來的第一件事情 他發現不對 這個公司完全沒有感動 抗倒 就是說做產品 只是為了要拚銷售業績 然後一直不斷的跟韓國在競爭 當時他就斷尾求生 開始One Sony的一個計畫 One Sony叫他第一個 我們就賣主產 賣什麼主產 賣美國大樓 賣美國Sony 對 但是因為那個是象徵一個地標 因為他是在麥迪信550號 那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大樓 他把它賣掉了 賣掉了之後 他又把化學部門 電磁部門 然後Notebook部門全部都賣掉 然後賣掉了之後 專心來供感測元件 然後專心來供PS 對 就是把整個計畫 當時有很多很多人反對說 你這是一個電子菜鳥 你根本什麼都不懂 但是他還是堅持這樣走下去 所以走到後來 各位你才知道就是說 才有今天的收益 當然他後面的一個接班人 就是吉田現役 也不想當好好先生 這個也是跟著 小龜朝隨 就跟著他 所以他們現在的這個感測元件 已經在全世界的試占率 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幾 然後到2021年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他們獲利已經一兆了 大概是日本第二大賺錢 大概我想第一大應該是Toyota 對 第二大就是他 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Sony 從二戰過後 創立的一家公司 一路走來到今天 這個非常非常的辛苦 但是也創造了一個不凡的成就 就是Sony企業囉 好 那麼繼續我們要帶你來看到 這日本人其實對於機器人 就是有一種非常的熱愛 我們要帶你來看到 這很知名的動漫 鋼彈 居然給你做出了 真的擬真版本 這個機器人大對決 鋼彈你看 這個4.5公尺高 那麼高 那麼大的一個機器人 然後他還真的能動 你可以坐上去 把他當車往前開 這很神奇 但是他好貴好貴 但還真的有人想買 日本人對這個機器人的熱情 我們真的很難想像 陳妍 讓我們來看看 這真實版的鋼彈 真的很不得了 這個創辦人叫吉田林 驗工業 他說我們日本 像剛才有明哥講的 他們有很多的傳統 比如說他有動漫 對 他們的玩具也做得很好 工業又很發達 汽車也很厲害 他就覺得說 那為什麼我不能把漫畫裡面的 這個機器人真的做出來 那當然他有他的背景 因為他爺爺就是開鋼鐵廠 他對這個東西很熟悉 他創業的時候 就做那個仿生的那種 藝芝 就從這個過程中 既然就被他真的做出來 而且這個機器人叫什麼 啊哈 我的發音棒有沒有唸錯 你應該唸錯了 啊哈 啊哈 對不對 就做出來 啊哈 這麼厲害的一個機器人 那就真的跟鋼彈勇是一樣 而且 人真的做在跟電影一樣 其實我看了我是很興奮 因為我小時候就有一個機器人 打開裡面是可以放一個 那個小的人在裡面 就很像在開 開機器人這樣子 欸 真的是這樣 你就坐在機器人裡面 然後兩個搖桿 你就可以去操控 你這個機器人的四肢 而且更厲害的是什麼 這個機器人 他可以幹嘛 他把他的手背收起來 輪子再展開 就變車子 跟大黃蜂一樣 然後呢 你把輪子靠攏 又變人一樣 他會發出一個WING 不知道為什麼要設定這個聲音 突然整個就遜掉 對不對 他可以發 然後呢 他可以真的往前走 對 那走路的速度 時速2公里 所以以後呢 我來錄影遲到 不要再怪我 因為我開這台機器人 還會慢一點 因為時速2公里 9700萬台幣 但目前預計 大概可以賣出 應該用5量嗎 5個5支 我不知道要用什麼單位 5架這個機器人 那個營業員也很不得了 但基本上他不希望 這個變成有錢人的玩具 但我覺得有錢人 一定會買來玩 對不對 但他希望變成說救災 你要去思考 救災啊 對啊 比如說比較大的一個 就災難現場 然後或者說執行太空任務 這個是非常的適合 那另外一個 我們再看到韓國這個技術 科學技術院 他們現在把這個擬真機器人 做出來 實際上我看了一下 2016年期他們就做出來了 可是他說當時遇到一個問題 這個擬真機器人 當時沒有辦法 大量的去閱讀文獻 跟手冊文章 然後再去思考 因為現在不是深層式AI嗎 所以現在只要大量的 輸入這些文獻跟手冊 他就可以自動學習 那這可以做什麼事情 你看他設定的身高160公分 體重65公斤 他的目的是什麼 我不用去改 我原來飛機的座艙 或者是我汽車的設定 所以他就是跟真人差不多 他跟真人差不多 他就可以開車 開飛機 而且重點是什麼 開飛機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不同的機型你要重新學習 你的操作手冊 還有你的駕駛的經驗 開飛機的經驗 駕駛習慣都要改 他不用 他馬上 而且你要去想到 他腦海就有世界地圖 太可怕了 那當然過去我們在看 這個機器人進展過程中 特別大家就注意到特斯拉 這個Optomus 但這個很厲害 他有一個瑜伽 我可以介紹一下瑜伽功能 瑜伽模式 但我機器人做瑜伽幹嘛 應該是我們要做瑜伽 他又沒有金他還拉金 但是重點是 如果這個機器人 他可以做自己做動作平衡 請問一下他是不是已經具備人類 相對思考的能力 很可怕 然後新加坡這個機器人 可以協助做復健 站起來 他就站起來 就是你可以扶著他 然後從床上這樣 就是以後也不用擔心 沒有人帶我們去曬太陽 我覺得這個機器人更厲害 這是美國的人型機器人 他號稱可以連續工作16個小時 搬16公斤物品 但我覺得最厲害的是什麼 就是他分類垃圾分類 他看到這個他會知道這個是紙 還是塑膠 就很厲害 所以他就是一個家務 已經有辨識能力 當然我覺得這個機器人 他們一直宣稱 就是他可以持續的工作 沒有罷工的問題 沒有勞資糾紛的問題 沒有職災的問題 他們就在三月的時候 在芝加哥的這個博覽會 就用給大家看 哇 他就連續工作 他就一直在重複性的工作 你看 然後旁邊看的人都驚呼 哇 太棒了 每個老闆都興奮 從此以後就不用再擔心 員工罷工了 那正在高興的時候 欸 你在幹嘛 他就倒地了 你在幹嘛 他就倒了 哈哈哈哈 所以還是不能太操了 所以本來那個公司是很開心 告訴你說他可以一直弄一直弄 然後他就突然腳軟 機器人原來也會腳軟 那他是多久以後腳軟 20個小時 20個小時 他們說他們會再修正 再修正一下 讓他以後可以工作更久的時間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有很多 這個不一樣的機器人都陸續問世 給大家看看 做個參考了 好 我們休息一下 下一張回來 我們要帶你來看到 就是小黃司機不傳之密 他說他們也要存骨 但他們存的骨 跟我們存金融骨 存ETF很不一樣 他們喜歡存 保全類骨 好 這是為什麼呢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微麻煩 好 我們要來看看 這個小黃司機之間在互相流傳 他們的另類存骨數 這個小黃司機這樣子講 他說 哎呀 這個 退休有什麼很難 現在我開這個計程車 就是開身體健康 因為他說他好不容易存了500萬 通通拿去買了保全骨 然後保全骨配型很穩定 他說他這500萬 每年都配40萬回來 你這個簡單除法 一除12個月 一個月有3萬多塊 是不是很不賴 所以開車開一個身體健康 其實他主要的錢 都靠保全骨幫他存的 這是一個新的方法嗎 為什麼小黃司機這樣做 我們來問問有名格 這樣是一個好辦法嗎 非常非常好 我入行快30年 我記得我剛入行的時候 很多人說存骨要存台塑跟中鋼 然後到中段的時候 說要存金融 到現在存ETF 可是我一直在宣導一個觀念 台灣就兩家保全公司 一個星光寶 一個中鋼寶 所以你其實去存它的時候 才是真正的高手 因為它有點獨佔的感覺 對 而且你知道 他們配型配得非常好 所以我才說高手在民間 小黃的問獎 這行啊來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是中保科 我就以中保科 就是以前的中鋼寶權 我們把它從1991年開始 一直到2023年 各位你可以去看 它股價有波動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碰到大股災 碰到大股災的時候 大部分的一個時間 你去看它的一個股價 其實這個是所謂的一個季線 都是橫向的 很穩定 所以它是屬於低息高波 低波高息 第二個部分 你對照出來的話 你看它EPS在上升的 因為獨佔 然後再來你去看它的一個 配取率非常非常大方 然後你再去看它的一個殖利率 我們不要說它有那種 異常的什麼8% 10%以上 你看它我畫的這一條斷 這一個帶 這是4%到6% 它平均這30年來 就是4%到6% 如果碰到股災的話就會變高 因為它股價變低了 這樣各位了解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保值的 那我們現在以中心保來講的話 中心保全來講的話 其實它開始已經二代接班 所以二代接班 今年度我覺得二代接班的公司 各位要特別看 它已經不會是保全了 不光是保全 各位你要知道 現在企業裡面最重要的就是人 當我有了這些保護 我就可以拿保護的錢 去做很多事 我可以用保護來 去做很多很多的生意 所以包含什麼餐飲 包含你去看到賣很多的東西 甚至我幫你代腳電費 代腳水費 我全部都可以做 常常忘記 對 所以很多的 你去看第三金流公司 或者是什麼的 這些公司都可以做 所以長時間來講的話 進可供 退格手 你看第一個退下來的話 殖利率高 對不對 然後如果公司還有成長 你買的價錢又不高的話 基本上又可以賺差價 好 我們再來看金融股 金融股大家都熟 我就不多講 金融股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個 很完整的一個排序 把所有的金控股的一個配息 殖利率什麼 我發現超過4%只有兩家 一個的話就是開發金 一個是中信金 對 但是如果說是以現行的角度 來講的話 我會比較主推中信金 中信金相對比較穩定 最近的話在除息缺口裡面 它還算是比較有價值的 你看其他的那個 根本連碰都不碰 就直接掉下來了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你真的要存的話 像玉山金早期我們存的觀念 但現在玉山金的配息並不好 並不好 它只剩下一%多 只剩下一%多了 因為它今年配得很差 對 所以我覺得中信金 好 接下來我要 另外再跟各位講一個 也是昨天我們節目上有分析 但是我覺得一個更美 更美好的一個故事 各位 台灣 如果你真的要去做存股的話 我們有的時候是做公司不會倒 就是每年都會配息 但是我們有的時候會做一個更大的趨勢 台灣大的趨勢叫聲不如是 也就是說高齡人口越來越多 但是青壯人口越來越少 所以我們每年的人口已經負增長 對 已經在負增長了 負增長的情況之下 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很簡單 就是社保 長照跟所謂的外勞 對 外勞看護 台灣在外籍移工這一塊的話 建築的工人經濟上面的很多 大概四十幾萬 但是其實在看護上面來講的話 只有二十幾 對 所以我們常常在戲稱 就是說跟陳彥我們在互推輪椅 對 以後一起去塞太陽 就你推我 我推你 那我們看對方的一個外籍移工 那他還看我的外籍移工 對 然後但是現在我們來看 就是這一類的話 八四兩表 當然因為這是現在的政見 就是說政見在開放的一個同時的話 這一類的人如果說 又可以新加進去的話 移工數可能到一百萬 就是在這個看護移工 對 那現在我們在講看護移工 到底能做什麼樣的一個商機 所以接下來的話 就是他每一個月是不是領到薪水 都要匯款 對 比如說他匯到他老家去 那每一個匯款裡面 我們就抽150塊 那早期他們都是在雜貨店 都是在黑市裡面做 那黑市的一個好處就是 手續費收的比較低 但是匯率比較差 對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合法的單位叫統證 對 那為什麼只有他做 因為他跨路最早 但做這個東西要防洗錢 所以我們要給你指導的時候很嚴格 然後要透過金管會的一個什麼 沙盒實驗等等要給你去做 所以他是有照的 而且他是幾乎是等於是寡占 因為前台灣就兩家 到目前為什麼大的兩家 總共70萬人裡面 大概有在用的 40幾萬 他就占20幾萬 剩下一家沒掛牌 所以他就等於幾乎是 上市裡面的一個獨佔 那我每匯一筆錢 我就給他收150塊 一個月至少一次 那現在就是說 移工的情況是這樣 如果說今天 這個菲律賓的移工這邊用了 那他的朋友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認識了 你要打錢給我 我要打錢給你 你用什麼 你用這個 用一樣的 這樣才可以互相 統證叫QPay 你用QPay 那我也用QPay 現在這些錢的一個商機 出來了之後 還有什麼東西呢 比如說宏祭去吃它 10%的一個股權 40.05 為什麼 我宏祭以後到日本去 我也有移工 我自己一些生產的時候 我也有移工 對不對 我也有外籍的移工 這些錢的匯款 我就乾脆直接我把內部畫 我就找統證來做了 所以這也可以當存股的標的 對 而且這兩年的一個情況裡面 如果這樣算起來的話 如果按照以後的 這個移工人數 大概40萬的話 他EPS是6塊錢 那現在連60塊都不到 那是不是在兩年之內的話 你現在在這個時間點買 隨著它高備型 當然就可以有存股的感覺